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有的投资商根本不把演技考虑在内 更不会考虑观众们的感受 之前广电便公布了一份有关演艺圈里的演员烂剧排行榜 很多的鲜肉演员皆是名在其上 更是有一对夫妻同时上榜 名列榜首之人赫然便是杨幂的丈夫刘凯威 所拍电视剧十二部 分数低于六的十二部 真的是很丢人哦 到底哪来那般大的勇气一部 接着一部拍 榜单往下 皇教主通塔的夫人都在其中 最后一个是罗罕 对于这件事 网友们表示十分痛快 希望这些不敬业的演员能够早点得到整治 广电早就应该将这些不敬业的演员清掉了 他们占着最多的资源 却也是最不上进的 应该让这些资源匹配到有能力的人身上 看看他们靠一张脸 就能几千万几亿的拿 再看看那些演技精湛的演员 真的是非常的心寒 这个表列出来的仅仅是一部分 还有着很多的演员一样是如此 拿了钱 却没应有的态度 在这个靠流量说话的年代 演技这种东西似乎真的变得很廉价了 导致如今电视上充满的都是各种烂片 大家有个看法呢